交通部观光局基于旅游安全是提升旅游品质的基础 更是永续观光发展的前提 106年度起将每年3月的第三周定为观光旅游安全宣导周 希望透过相关安全措施整备以及宣导 强化国人旅游安全的意识 同时结合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旅游业者的力量 降低旅游意外维护大家的安全 18日上午在旅游潭风景区北码头举办 这次的活动特地邀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寿丰分队 以及寿丰卫生所合作聘请担任讲师以及演练指导 旅游潭商圈发展协会以及旅游潭周边水域 尤其业者一起参与 借此加强各单位之间的横向连结以及合作 增加应变能力的处理经验 那因为我们旅游潭是东部最大的内陆湖泊 也是很多人喜欢水域游去的地方 那加上夏季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都会趁这个时间找这些业子还有相关的机关 今年还特别找了交通部航港局的东部航务中心 来针对这个水域的安全让大家做一个演练 也借这个演练跟大家宣导说 大家来从事水域活动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那另外也特别针对这个载客小船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船问题的发生故障 那我们也今年特别跟东部航务中心来做一个意向签订 希望这些业者能够主动的协助把他脱掉脱离 然后对人也能够主动的救援 那可能造成的污染也能够及时的防治 也共同维护我们这个油气安全的环境 以及这个整个避免污染到整个环境这样子 今年度更是以当地验者签署互助意向书 当意外发生时能够以最迅速的方式 请相关业者协助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开心游平安归 消防局寿逢分队担任CPR AED操作以及使用步骤的教学讲师 演练指导之外 水上救生演练也特别增加载客小船 船外机着火后救援处理以及载客小船 肉油自弹面食 应用兰油锁及吸油棉等工具 做后续处理的演练 借此强化各单位横向的联系合作 增加应变处理的能力 达成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平安回家 记者凌杰 收封箱采摩不倒